虽说已经跟姜牧说过了 他不挑通告了 但是当梁烟看到手中的通告单时 嘴角还是忍不住抽了一下 这 这 这 姜牧有些委屈的看着梁烟 这个呀 已经是我目前能够接到的最好的资源了 梁烟 好吧 梁烟的手里通告本上 爱豆运动会五个大字 被大写的加粗了 爱豆运动会是国内某视频网站举办的一场运动会综艺 比赛项目包括田径体操游泳等等 参赛选手呢 都是圈里活跃的男女爱豆 什么是爱豆 就是那些十七八岁组个组合 每天唱唱跳跳 卖卖人设吸粉的小偶像 梁烟一想到 自己一把年纪 还要混在一群十七八岁的少女偶像中间 就一阵头大呀 他人家蹦蹦跳跳的小女孩 还有年龄上的代沟呢 再加上还失忆了三年 跟社会都脱节了 到时候 他连跟人家说什么都不知道 多尴尬呀 江木试着安慰道 其实二十三和十七八差别也不是很大嘛 也就五六年 而且呀 你还失忆三年 现在的心理年龄只有二十岁呀 跟他们差距更小了 对不对 梁烟 点点点 梁烟抓了一把头发 重新打起精神问江木 那这个运动会有什么项目呀 江木眼纯倾可 那个 你的项目节目组已经定好了 不需要额外再报 杨烟 黑人问号脸 什么叫已经定好了 江木 节目组给你专门安排了项目 就是女子标枪 和那个 女子铁饼 扬烟差点没被自己一口水给呛死 他听到了什么 标枪 铁饼 这是娱乐圈娇娇软软软的女孩子 该参加的项目 江木有些为难 拿着爱豆运动会的通告单 其实项目挺多的 跑步 射箭 自由体操之类的 但是早早啊 人家就报满名了 爱豆运动会 半年一届 这届是第三届 自由体操还有射箭这种项目 是女爱豆之间的最热门 自由体操考究的是形体和舞蹈功底 网圈的冠军无一例外 都上了热搜西粉 而射箭这种项目 由于比较静止 比赛的时候 镜头会拉得离脸比较远 向来爱豆就是用这个项目 来展示美貌的 向来有门面比赛支撑 至于标枪和蝶饼吗 良言葛优他呢 坐在沙发上 冷漠脸 是因为没有女爱豆 抱标枪和蝶饼 所以组委会想到了我是吧 江木黑黑干笑了两声 你不是小的时候举个咒吗 然后搬砖又搬的不错 比赛组委的人啊 就觉得你可以 良言嘴角抽搐 那为什么不直接让我去参加举重呀 专业更对口啊 江木摸摸鼻子 这个爱豆运动会 没有这个项目啊 良言点点点 江木把通告单放在文件夹里 观察着良言的表情 那个 你要是不愿意去啊 就算了 良言看了眼 被江木放进文件夹里的通告单 一咬牙 去 爱豆运动会举办的场地 在市中心的体育馆 为期两天 整个比赛全过程直播 视频网站甚至还请了 奥委会的专业解说员来解说 这次参加的爱豆们 有百来个 被分成ABCD四个大组 先是小组内比拼 最后再是组内优胜者决赛 良言作为参赛选手中 少有的无组合人士 直接被分到了C大组 跟他同组的是两个偶像男团 以及最近爆红的偶像女子组合 星空少女 首先是运动会开幕式 后台化妆间 良言先跟他C组的队友们碰了面 两个男团可能因为是新人 不大火的原因都比较矜持 点点头问好 而星空少女呢 女体都很符合他们撒娇卖萌的组合设定 见到良言啊 就特别热情的鞠躬打招呼 良言前辈好 良言前辈好漂亮呀 良言前辈你也报名参加了吗 参加的是什么项目呀 良言看着对面这群 平均年龄17岁半的花鸡少女 听着那一口一个的前辈 内心浮上了一丝沧桑 心里默默给自己点了根烟 哎呀 岁月不饶人呢 该到参赛运动员进场了 室内运动场放起了激情的运动员入场音乐 ABCD四个大组的运动员分组依次进场 节目直播也在视频网站上正式开始 虽然说参加这个爱豆运动会的 大都是刚出道的新人 最红的星空少女也只局限于年轻人中间 不会有像陆灵城那样的 路边大爷大妈都认识的国民度 但是参赛的大多数人呢 也都带着粉丝 据少成多嘛 所以爱豆运动会的节目播放量 也是挺可观的 主持人爆木 运动员正式入场 弹幕都在等自家爱豆出现 体育场馆现场也来了很多粉丝 他们都举着应援牌 各自坐在一起 坐等着给自家爱豆现场加油助威 A大族已经开始入场了 梁烟听着前面的摇旗呐喊 准备啊就挤在男团后面 默默入场 星空少女的两个成员 眼尖的逮到了往队伍最后面钻的梁烟 梁烟前辈 他们手挽着手跑了过来 梁烟前辈 不是咱们说好了 要一起走的吗 那个不用了 梁烟干笑了两声 你们站前面吧 我后面走 给你们压队 跟我们一起走吧 其中一个成员笑着 直接挽住了梁烟的胳膊 别客气嘛 你一个人走多孤单呀 对呀对呀 另一个人点头 梁烟额前划过两条黑线 只好被拉着混到了 平均年龄17岁半的 星空少女中间 C组的队伍 正是伴着入场音乐 踏入了内场 现场的粉丝尖叫声雷动 星空少女不愧是当下最火的女团 粉丝应援声 直接盖过了后面两个男团 啊 星空少女 我爱你们 你们就是我的星空啊 星空少女的成员 已经司空见惯了热情的粉丝 一边走 一边笑着挥手 跟台上的粉丝打招呼 梁烟低着头 闷走 心里一直默默祈祷 快点走完吧 那边看台上 星空少女的粉丝 举着长枪短炮 对着偶像一顿猛拍 然后一检查照片 突然发现自己的偶像团体里 混进了不明生物 不是九个人吗 怎么变十个人了 直播间里 镜头切换到了入场的C大组 粉丝也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诶 星空少女今天怎么感觉有点挤 对啊对啊 还是以前的站位啊 怎么今天感觉就挤了呢 然后镜头再拉近 直接切到了少女团体 粉丝一眼就把梁烟揪了出来 卧槽 那不是梁烟吗 梁烟 梁烟怎么挤在了星空少女里 怎么菲斯 他也来参加爱豆运动会 直播间里有不少梁烟的路人粉 还有几个狼牙 在看到梁烟出现时 又惊又喜 啊啊啊梁英俊 梁英俊今天好好看呀 梁烟这个大猪蹄子 参加运动会居然都不告诉我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必须发九张自拍才可以原谅他 直播间里别家粉丝也注意到了梁烟的存在 热热闹闹的讨论起来了 卧槽我怎么觉得梁烟站在星少女里莫名的和谐呀 他们长得好闲小啊 星少为久 谢谢 梁烟这次参加什么项目啊 一个出道几年的老女人 跟一群小女孩挤在一起 参加体育比赛抢镜头 我是该直接吵呢 还是直接吵啊 说老女人的过分了啊 梁烟也就二十三 还不是一个被陆凌城抛弃的气腹 混得真惨 有些狼牙愤愤不平 但是记得 梁烟在狼牙聚集地里面告诉过他们 要乖乖的 直接把杠筋点了举报 梁烟混在星空少女里 看直播的粉丝发现了 现场的粉丝也看见了 最后竟然连主持人也跟着来了一句 让我们欢迎星空少女的第十位成员 梁烟 梁烟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啊 星空少女的成员倒是很开心 拉着梁烟仿佛接受了她的存在 运动员入场完毕 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分别上去宣誓 然后主持人宣布 有请星空少女为我们带来 他们的大热圆曲单曲 Cheer up 作为本次运动会的开场表演 围在星空少女身边的其他组合成员 一边鼓掌一边逐渐后退 把场馆中央交给了他们 工作人员抱着一堆星空少女表演 要用的橙色花球进来 每个成员手上都分上下两个 由于人太多 退场不急 被莫名其妙塞了两个花球的梁烟 黑人问号脸 摄影师给了梁烟一个特写 于是所有在场的 以及直播间的粉丝 从现场大屏幕里就看到 梁烟还混在已经列好队 星空少女当中 手里还拿着两个表演用的花球 表情是一脸懵逼 也不知道是谁起了哄 喊了句 梁烟一起跳 然后整个场馆里 各家粉丝都纷纷开始起哄 梁烟一起跳 梁烟一起跳 梁烟吓得直往外跑啊 要把他手里多出来的花球 还给工作人员 可是这时呢 全程都在起哄 连主持人也开始打趣 既然梁烟是星空少女第十位成员 那就一起跳吧 Cheer Up是星空少女的成名曲 舞蹈动作元气满满 最关键是啊 还有少女的点 经常有圈里人模仿 梁烟作为一个诗意人士 哪知道什么Cheer Up 顶着巨大的起哄声 还是要把花球还给工作人员 这时 爱豆运动会的总导演 突然走了过来 让梁烟跟着简单跳一段 就当是为了节目效果 梁烟没办法呀 只能硬着头皮 站在星空少女的队位 告诉自己 跟着瞎跳十秒钟就跑 现场音乐响起 梁烟是又紧张又尴尬 本来一个劲的观察 前面星空少女的动作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音乐声一响起啊 他手脚竟然自动的跟星空少女的动作同步起来 梁烟吓了一跳 小时候啊练过体重 抓举停举都有一套规范的动作 长久的练习之后呢 一摸到杠铃就能自动的按照标准动作举起 俗称肌肉记忆 很多舞者呢 学第一支舞最开始是靠头脑记住舞蹈动作 后来练久了之后呢 直接就转换成肌肉记忆 音乐一响就知道是什么动作 而自己现在听这一首歌呢 即使是在失忆的情况下 肌肉也能完整的记忆出所有的舞蹈动作 音乐节奏不停 梁烟吓跟着星空少女一起在头顶比了一个卖萌的心 脸上依旧表情管理 甜美笑着 可是心里都快哭了 他他他 他什么时候学过这么假的舞啊